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 江南大版风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吴景 近期呢 关注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一定是感觉到了 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模式 稍稍的有一点改变 那么新改版的节目呢 是由我们凤凰卫视美洲 加拿大节目中心 环球华报和温哥华 ACC艺术空间联合出品的 那这期节目呢 又是请到了我们观众朋友的 两位老朋友了 我们时事评论员的马再兴 马社长还有 加拿大惠熊研究院副院长 张国任张教授 那两位我想我们今天要谈一谈 现在加拿大选民 特别特别关心的 就是这个大选问题了 因为距离10月21号投票 真的是就是已经是属于 在倒计时的阶段 那最近呢 这个自由党的这个党领特多 他因为这个18年前 被人家翻出来 这个参加party的一个 把自己涂黑脸的一个照片 引发的 还有一系列的 包括一些video吧 这引发的一系列 有关这个种族歧视的争议 现在是讨论的声音很大 那么对于这个加拿大选民 到底可能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马社长您先 跟我们分析一下吧 好 我觉得呢 虽然说在这个舆论界 或者在网络上 掀起的这个反响非常强烈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 对这个选举呢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事情之所以产生了 我想有那么几个原因 简单说 第一个呢 就像特鲁多他自己 道歉的时候他说过 在加拿大呢 有一种系统性的 这个种族的歧视 普遍的存在着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 他在他的这个认知里面 在他当时的认知里面 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错的事情 所以这样 当然现在他表示道歉 这是第一个 他说明就是说 这种对种族的一种歧视 在白人的心底里 其实是普遍的存在的 偶尔有个机会就冒出来 第二点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各界的反应中 其实对有色人种 反应并不强烈 包括有媒体采访了 像魁北克省的 这个黑人的这个协会 协会说 Nothing 不用道歉 道什么歉 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 就是他们白人圈里边 反而觉得是个事 对我们黑人来讲 他只是说扮演 这样一个角色而已 我们不认为是 对有色人种的一种歧视 而且你看有时候采访一些 其他亚洲族也 或者是当年那个party的 参与者的家长 也被采访到了 他说我们不觉得是个什么事 这媒体的这个发展能力 还是挺高的 但是白人社区反应很强烈 因此我认为呢 实际上是 就下一点 第三点 就是白人社区呢 有时候有一种 为了政治正确 而矫枉过正的这个现象出现 比如说 过去好像911事件以后 全球普遍对穆斯林 有一种仇视 有一种旗帜 有一种偏见 所以就让穆斯林就怎么怎么 因而呢 在这个欧美社会呢 反而形成了一种 你不能轻易指责这个穆斯林 不能轻易指责伊斯兰教 否则呢 你就政治不正确了 所以大家一触碰到这个话题 就变得特别的小心 所以我这是一系列 就是说 在白人社区 在有些话题 他们有些矫枉过正 所以这次 一起想起这个争议啊 或者风波这么大 再一点呢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说 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大选里边 有人说阴谋论 顾心先跑出 先把这个议题抛出来 为了是 让自由党先灭火 他为什么不全三天抛出来呢 我个人认为 那前三天 还有前三天其他的话题 但是加拿大的这个 他可能随时会挖出一些新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 保守党在临大选举 前三天不会抛出其他话题 其他的猛撩 对对对对 好像每一次 我们看加拿大大选 特别是联邦大选 凡是这种攻击性的这种策略 最后都是奏效的 那张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呢 这个就是可能对于华裔社区 对这个事情不是十分的敏感 说这个把脸涂成黑色 或者是这个棕色 就会怎样的 我就是扮演一个阿拉丁 对对对 特鲁多人他认为自己是 穿了这种costume 穿了这个制服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事情呢 在这个整个北美地区呢 实际上形成一个 就是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有这样的共识 就是说你把脸涂成黑色 或者棕色呢 实际上是对黑人 或者是这种印度裔的人呢 是一种对他们的一种歧视 或者是污蔑也好 对 所以说呢 这个在 在很多的这种 有色人这种心中呢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信部长党里 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 而且你如果看他的这个 这个 他的措辞的话 他是一种发自内心 他并不是说我现在选举 我要说这种选举语言 对对对 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这种 这种受伤害的这种 受害人的这种心态啊 所发出的这种言论 而且呢 我也看到很多的这种 就是尤其是印度裔的 他对这个事情呢 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所以说呢 你像这个 我相信这个问题呢 很有可能在这种 印度人非常集中的地区呢 会对特鲁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呢 大家也意识到 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特鲁多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不仅仅说这个 在十几年前 他出现了这样 有一个照片 有一个照片的而已 他出现了多次 这就说明了 就是说他在当时呢 是对这些问题 是非常的不敏感 或者说是非常的 这种无知的 这样一个状态 同时呢 就是说他当时说 我穿的是这种制服 那是一个制服的这个party 就costume的party 但实际上 后来这个媒体也发现呢 他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没有完全的这个 说实话 实际上绝大多数人 在那天呢 是穿的这种正装的 而只有他呢 是 全副武装的 在做一个打扮 全副武装的 这个做这个 做这样的一个打扮呢 所以说呢 这个 这种多层的叠加呢 实际上就是 对他个人的形象 尤其是特鲁多 他一直是 这个以这种 这个推崇 这个多元文化 推崇这个 对少数族裔 比较友好的 这样一个人的 非常这个 站在道德高地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呢 被人挖掘出来 这样的黑历史呢 实际上对他的 个人的 个人的这种形象 是这个 有一定的影响的 其实我们讲到 这个选举的黑历史 不单单是 这个特鲁多被人挖 你看像 那个保守党当年 谢尔他也被人家挖出来 他2005年的时候 当时在辩论的时候 讲这个 同性婚姻的时候 他有用的词 很严重 他的那个比喻 现在可能很多人听起来 也会觉得说 他用了一个字眼说 你如果说让 两位同性可以结婚 就好像说 你把这个狗的尾巴 也认为是狗的一条腿 就是他用的这个比喻 是比较的尖锐 当然最后他自己 也有在道歉 但他的这个道歉 是明的 你看跟这个特鲁多的说法 就完全不一样 他是说 当时在那个环境下 加拿大对这个同性 婚姻并没有一个合法化 而且在那个年代 大家的认知是不同的 所以他的这种解释 你觉得就是说 加拿大的选民 对比两个党领 这两个人都有可能成为 我们未来的国家的领导人 怎么来看 他们两个这个 做事的这个方法 第一呢 我觉得呢 民众也好 其他政党也好 不应该把这个一个人 年轻时候 甚至青少年时代的过错 多少年前 现在的把总理的标准 去要求他以前 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首先这个呢 是不是太合适 当然你可以提出来 就是说 像我刚才分析 第一在所有的白人心理里 都有这种种族歧视的潜意识 对少数族裔来讲 你觉得 对少数族裔来讲 当然刚才张教授讲 可能对有色人种 影响比较大 但是我不完全赞同 首先我觉得 华人社区不觉得 这是特别大事 因为 印度人社区 有可能会有部分人 但是我觉得 当时电视里边 或者新闻媒体 采访了黑人 或者其他中南亚的 有色人种来讲 好像他们 当然有人对这个表示 有意见 但是其他人好像表示 也不是太大所谓 而是从现在最新的民调来讲 这个事情对特鲁多 和联邦自由党的打击 好像没太大影响 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可以提出来 讨论 特鲁多也应该做一些道歉 当然特鲁多道歉方式 我们也可以再探讨 是不是可以再诚恳点 或者说再有一些 什么样的表达 但是我觉得 对这两个党里 都不应该苛求他们的过去 因为毕竟他们 在最近这若干年 他们没有类似的言论 也没有类似的这种打扮出现 另外一点 我想谈到 就是说 实际上这件事情 发生也很奇怪 是在美国的时代杂志周刊 对对对 先报出来以后 我是做报纸的 我说这事儿要是交到我手里 我肯定不会去刊登它 因为美国的一本杂志 保住他故意费的给他 谁故意费的给你 因为你是美国的一家媒体 对吧 邻国加拿大正在举行大选 你像你这个一出来 肯定是对特鲁多和自由党不利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不是干预别国的内政吗 别国的选体吗 但是从他的媒体的角度上来讲 他只是作为一个新闻来报道的 他并没有说是试图去影响加拿大的大选 很难说 很难说 至于说他的结果 结果有可能是影响到 我是媒体人 我就会想到 我在这个时候 人家最紧张的时候 我抛出来 邻国正在大选 我把这个时候蹬出来 肯定要影响 这是可以预见到的这种后果战胜 要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一定压住不发 我可以早发 我可以晚发 为什么这样 这个时候 肯定影响 而且在我看来 但是马上长 你晚发 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 影响了大选 影响可能更慢 也是影响了大选 我说的晚发是大选结束以后 不是说临到选举 但是如果说民众如果知道了 您是在把这个新闻 在大选之前你已经知道了 然后放到大选以后发的话 我觉得对于这个新的媒体来讲 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因为它是美国的媒体 如果对加拿大媒体来 可能存在这种指责 但是你想你是一个邻国的媒体 对吧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要去干预人家的大选 对不对 加拿大可能会指责中国 印度 进场干预我们的大选 好像美国干预就不算干预 对 其实我想问这个问题 这就是美国直接干预的大选 就直接干预的大选 不管是谁的阴谋 但是你在你的杂志上抛出来 你就是美国的媒体 直接干预加拿大的大选 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我更在乎 就是说这个媒体 是不是客观地 报道了这个事情 如果说媒体是客观地 以这种事实的形式 能报道了这个事情 我认为这个媒体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那么回到刚才Lita讲的 外国的势力影响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媒体 他们是因为美国的大选 的确是受到了很多外部势力的影响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事实呈现了 对对对 那么现在呢 其实在加拿大呢 我个人观察更多的是这个媒体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speculation 就是 你觉得媒体的这种炒作 这炒作 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实际的证据 那么美国的大选 我们知道 就是说有很多这种假的新闻 是在欧洲的一个小国家的 一个小村落里制造出来的 对 这个包括推特上 有很多这种假的这种账户 上这个上千上万的这种假的账户 用来炒作这样的新闻的 那么在加拿大实际上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 没有一个足够的证据 没有足够的证据 好 那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带观众朋友 继续来了解一下 今年呢 这个加拿大联邦大选 你必须要关注的议题